这是一块内存条 上面是内存芯片 芯片里面是数以亿计的晶体管 由光刻机在半导体硅晶片上加工而成 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高晶尖 同样在人登月 人类科技水平的天花板 也能够匹配高晶尖吧 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阿波罗飞船上面的内存条 是按照织毛衣的工艺生产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一件毛衣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就让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这件不可思议的毛衣 当然它的正确全称应该叫做 铁阳体磁芯存储器 由一系列的导线和类似于甜甜圈的铁芯组成 作为早期电脑里面的RAM和RAM 也就是随机内存和止读内存 在阿波罗的飞行控制电脑里面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把很多个磁芯以45度角斜着排成间隔相当的阵列后 用水平和垂直的导线从中间穿过去 让每一个磁芯正好落在每一个交叉点上 磁芯用来储存信息 交叉点用来记录位置 非常像是一个快递柜 只不过这个磁芯快递柜的每一个柜子 也就是磁芯里面只能装一个比特的信息 要么是0 要么是1 就像这样 计算机在读取之后就能够执行指定的操作了 但你肯定想问怎么把0或者1存到磁芯当中 又是怎么把存到其中的0和1读取出来的呢 首先我们会用到电磁感应 在穿过磁芯的导线里面通电之后 磁芯就会产生感应磁场了 并且磁场的方向由电流的方向决定 这个我们可以用右手的安培定则来判断 假设磁芯当中的磁场方向顺时针旋转时 代表它记录的是1的话 那么反过来磁场方向逆时针旋转时它储存的就是0了 0和1之间的切换可以由电流的方向决定 不过还要再加上电流强度 它叫做磁质现象 只有当导线里面的电流强度达到了一定的预值之后 原本感应磁场的方向才会发生改变 我们假设这个预值是1的话 那么只在一根导线里面通常0.5的电量 是不会对原本的磁场方向产生任何影响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水平和垂直两根导线来穿过磁心了 每根导线里面只有0.5分的电量 单独一条流过没有任何作用 只有在两根通电的导线都穿过的那个磁心上改变才能够发生 当计算机需要读取储存在某个位置的信息时 它会向那个坐标位置的X和Y导线送去电流 比方说X3和Y2 虽然整条X3和Y2导线上的磁心都会有电流经过 但是只有X3和Y2这一个位置上面的磁心 被两条通电的导线同时穿过 所以电流的强度才能够达到可以翻转它的预值 但翻不翻取决于它原来的状态 假如它储存的信息就是0 也就是磁场方向原本就是逆时针的话 它恰好就跟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磁场根本就不会发生翻转 而如果它原本储存的是1 也就是磁场方向是顺时针的话 那么就跟感应出来的新的逆时针的磁场方向相反了 于是翻转产生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 一个相应的脉冲信号也就产生了出来 这就是磁心储存器里面贯穿所有磁心的第三根导线的作用了 它叫做感应线 记录下这个脉冲信号并告诉计算机 所以对计算机而言 如果在X3Y2位置没有收到脉冲信号 那么这里就存着0 如果收到了脉冲信号 这里就存着1 终于要了这么一大圈 计算机读取到了它想要的数据 如果你还没有被绕运的话 应该也了解了这部分的内容 它叫做读取周期 后面接着写入周期 它要么是写入新的数据 要么就是将旧的数据放回去 写入新的数据我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非要把旧的数据再放回去呢 难道它就像是图书馆书家上面的书一样 只有一本取走就消失了吗 还真是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读取数据的过程 尽管计算机读到了1 但却是将储存着1的这个磁心 翻转成0之后读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当计算机把整个磁心存储器里面的数据 读取完一遍之后 所有的磁心都变成了0 这便是它非常有特色的破坏式读取方式了 可谓是真月后几分 所以为了再次读取 就必须要马上把数据还回去才行 怎么做呢 很简单 直接将XY两根导线里面的电流方向反向就好了 0马上就翻成1了 等等 不对啊 那些原本就该是0的磁心该怎么办呢 它们也会被一起翻到1啊 岂不全错了 这就来到了第四根导线了 它叫做抑制线 会在反向XY电流流过原本组存着0的磁心时 释放出电流来进行综合 从而消除XY导线带来的影响 使该磁心继续停留在0的状态 当然 有些储存器里面呢 是看不到这第四根导线的 因为它跟第三根 也就是感应线合并在一起了 好了 这就是那个把人类送上了月球的飞行器里面 装着的RAM存储器了 它里面一共有917504个小小的铁环 备分成两个独立的系统 靠大量心灵手巧的女工 像织毛衣那样编到一起 碳为观直又难以想象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